远旺的家大运河市之组 继续在扬州市的行程 行走宝印古城 听专家解读寒沟十三遍 这个改变主要的就是 收断这个距离 走进和藕之乡 感受藕浓丰收的喜悦 一年有十多万吧 您才有一年十多万的收入啊 和园里欣赏荷花之宿 品尝莲藕制作的精美小吃 这是一种可以从口感上 就能尝出来做这个点心的师傅 非常用心了 因为它太细腻了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大运河第37集 悠悠寒水 古运河香 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大运河市之组 继继续在扬州市宝印县的行程 宝印地处江苏省中部 被看作苏中北大门 是城南西北中心节点的位置 宝印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它有很多名字 最初叫东阳 汉时名为平安 随代叫安宜 唐朝时音响皇帝进宪的八宝 被视为是定国之宝 得宝瑞印 被赐名宝印 名字沿用至今 爱美丽中国 看远方的家 远方的家 大运河设置组 这一站来到扬州市宝印县 宝印是扬州的北大门 我身边的大运河一路向北 不远就可以到达淮安 组成中国大运河上 最繁忙的淮阳运河端 运河在宝印的历史 有千年之久 它伴随着这座城市的 兴起和发展 现在我们就从大运河出发 去寻找这里的故事 大运河宝印端 位于淮阳运河中部 全长40.5公里 境内以运河为界 分为东西两部分 地势西高东低 运河两侧和湖相连 宝印自古旧市江淮望贤 著名国学大师刘诗培曾写道 宝印之地彬于运河 世秀而民谱 情与物本 我们宝印城就是在运河湖畔 应该可以这样讲 就是我们宝印城是因为运河而生 因为运河而变 所以宝印的发展变化 每一步都离不开运河的边迁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宝印县的运河 是古寒戈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寒戈也就是大运河的起源 第二个就是河道的变化最多 清代的刘宝南 中文写了一本叫《宝印图经》 里面就写了《寒沟十三遍》 反映了从春秋到明代 大概讲经2000年的发展变化 它归来为《寒沟十三遍》 刘宝南是清代著名学者 他在《宝印图经》中阐述了 《寒沟十三遍》而运河城的观点 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在河口驻韩城 向扬州东北方延伸 汇入涉阳湖 再向北进墨口连通淮河 东汉时期因为部分河湖淤祖 导致江淮相隔 当时的广陵太守陈登 便舍弃汉沟东岛令驻西岛 很多人认为这是第一次 对运河裁湾去之日 这个改变主要的就是 说到这个距离 你想这个整个大运河 估计是2300多公里 后来通过拉直 以后是1800多公里 就等于是从东边的一个弯道 变成了一个西边的 西边是直道 这是东道便西道 您说的十三遍当中 比较重要的一次变化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这段运河 它也叫李运河 因为这个拉直了以后 为李运河的完成 点点的基础 寒沟这个称呼 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 到了宋代才有运河的名称 在宝印最早的运河之名的是 宋经河 当时官方编撰的地理志中记载 宋经河南接清水湖 北入白马湖统称运河 我们来到的宋经河 曾经在历史上也是一条大河 也是我们云河西道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但是都可以走大船的 宽有二十丈的 古族这里是一个村庄 因为到了唐代以后 逐渐的反散 特别是唐朝初年 唐朝的大将御师公 在这里都造了两株桥 我们这边就是古墟叫嘉定桥 还有南边的一个叫广汇桥 唐朝是楚光熙 在十里也写到 叫十里四周级两桥通往来 描写的就是我们宋经河两岸 其实这个水道运输的船子比较多 两株大桥隔通东西两岸的联系 嘉定桥和广汇桥 其实就是当时的运河大桥 唐宋时期 运河从宝应穿承而过 往来繁华 直到明朝初年 由于黄淮水患瑞加重 寒沟迎来又一次巨变 绕宝应城西而过 不再穿承 宋经河成为一条城市河流 时至今日 宋经河依然环绕在宝应古城中 虽然有些河段仅剩下数部直宽 但依然连接着李洞街巷 穿过城区后汇入宝舍河 最终汇入金航大运河 我们这条街是中大街 过去我们古城总体上 就是于中大街 中大街向南叫南大街 向北叫北大街 这个实际上是一条街 不同的方位 所以连在一起 这个是宝应老城的中心线 宝应城总体格局 就是围绕宋经河 向两边展开布局的 宝应城应该说有1400年 虽然经过了七年风雨 但是总体上 现在保存的 明清时代的格局和形势 大部分还没有变 宝应老城自唐代建成以来 一直伴随着运河水 生生不息 一条主要的街道 几乎与宋经河平行延伸 南大街在唐代时 就已经形成 最初街的西侧没有房屋 店铺也运河而设 如今所见的狭窄街道 都是明清两朝所见 我们在中大街的时候 这个整个这个街道的宽度 比现在要宽好几倍 南大街一直都是这样 这么比较窄的这种状态吗 对 一直是这样的 在我小时候的机翼当中 就这么宽 我们现在能看到 这个南大街上是一个商铺 紧挨着一个商铺 对 小的时候 也是全是商铺 但是当时就是更为繁华 因为他们除了买衣服的 你像百户商店 你像茶色 因为过去老城 就这么一条商铺 所以老城当中 属于核心为止 所以搬着消费 逛街 能来能往的 就从这里来 都在这边 能想到当时肯定是很热闹的 是不是 对对对 赵晋出生在这里 后来因为工作关系 搬出了古城 他告诉我们 古城临街西侧的店铺 都是前门开店 中间是库房作坊 后门作为生活区 连通运河水码头 这样吃水用水 防火兴船都很方便 你好老板娘 你好 你好 大老师跟我说 他小时候就吃您家的这个 金刚棋 这个是用什么做的呀 用面粉 老饺子 柑橘 是加白糖 和湿辣油 这个豆沙是红桥豆 熬出来的 就是豆沙 我们家制作的豆沙 叫豆沙金刚棋 这叫原味金刚棋 金刚棋也叫金江棋 流行与苏湖两地 是江南地区文明的传统小吃 我的爸爸 就是我的公公 我问了他是什么存下来的 他就是真央的人 存过来的 金刚棋 我听您刚才介绍说 这个能保存很长时间 是不是也因为这个 所以起名叫金刚棋 就是特别耐放 这个真央的人 因为他过船 过船 就是人家在船上吃 和冰袋 这个能开水吃 就行了 就这样很方便的食品 陶庆平的光公 曾在宝应县糕点厂工作 70多年的手艺 现在传给了儿子和儿媳 小小店面 在这里已经开了几十年 有时候仅仅半天 就能买出800多个金刚棋 还热乎着呢 刚出锅的 这个里面是这种 比较瓷式的这种发面 对吧 它不是气孔很多的那种 不是不是 不是那个抛打盆 这个是老面发酵的 特别好吃 有真怨 这个不一定的秩序 是做不出来的 因为秩序是感风的大了 就不好吃 变成饼饼 风的少了 就欠感更酸 有秩序的 有秩序的 你一定的酸味都吃不出来 这个非常好吃 这个面里头自己带一些甜味 带高鲜菲塔 非常香这个面烤的 陶清平这个店 就是老城店铺常见的格局 前面经营 中间是做饼的小作坊 后面的空间用来生活 这样的格局 让人感觉非常亲切 逛店铺就像走亲戚一样自然 宝印古城 占地大约两平方公里 七十多条街巷 依然保留着明清时期的格局 有人说宝印老城 是巷子宽巷子长 大巷小巷不同样 巷通巷巷巷巷巷巷 巷中还有巷巷巷 行走在其中 我们发现 无论多窄的街巷 都能顺利通行 而赵靖仿佛一下子回到了过去 在这里生活的时光 迷宫一样的路 他都能迅速分辨出来 那我有一个问题 现在古城里面有70多条巷子 您那个时候是怎么把这些名字记下来的 有没有诀窍 每一个巷子它有一个故事 你就理解了这个故事 你肯定就容易记忆了 巷子有几种的能力 一种就是一般的大户人家住的 乔家巷姓乔的 李府巷姓李的 第二种就是跟历史遗迹 名声也关 那个什么 我们刚过来的张鲜庙 张鲜庙 还有跟植物有关系 像槐树像 吹家菜园 这个就跟过去的植物环境有关系 所以理解了它的来历 它就有遗迹了 如今居住在这里的大多是老年人 他们都是从祖辈开始就在古城中生活 赵靖带我们来到一位老街房家里 他和男主人是从小玩到大的朋友 我们能看到这个小院虽然不大 但是很安静 而且刚才过来的时候穿塘风也很凉快 对对对 进来吧 看看啊 好呀 谢谢您 陈兴华家里的院子并不大 但一点都不影响采光 几间屋子都很明亮 他告诉我们 住在老房子里冬暖夏凉非常舒服 他们夫妻俩还专门做里面照片墙 上面贴满了各个年代的照片 陈兴华说 过去的生活一日都离不开运河 他们日常生活用品都要靠运河输送 现如今交通便利虽然不再那么依赖运河 但自己的家距离运河不过几百米 每天都能听到往来货串的汽笛声 他们的日常生活用水也都取自运河 那我想问问这个阿姨 像您在家里比如说打理起来房子了 或者买菜了 在古城里面方便吗 要买点东西之类的 方便 方便 我们就是大体上面就是有一个菜场 一个大菜场 有欧业 在市场 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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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了坡就到 来回就十几分 来回就十几分 五分钟 五分钟 五分钟就要干快了 比如说煮鱼烧漏 烧下去了 冲锋去 插个什么的 插个冲锋 伸出方便 如果一关 来回就跑到 兄妹 来回就要回来 还来得及 考量太多 五六分钟 五六分钟 跑了五六分钟就到 很方便 很方便 这个也是之所以我们要住在老城区 老园房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方便 对 也配套的是 这个生活很方便 陈兴华夫妻两人 每天清晨都要到运河边去锻炼身体 陈兴华吹萨克斯风 而刘德娟就和其他几位伙伴一起练台机 锻炼完 大家一起到经营了几十年的小馆子吃一碗阳春面 回答后 老两口读书看报 许华弄草 生活非常显示 一方水土养一方面 运河就是我们家的母亲河 清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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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给我们带来了生活的很多的方面 比如说 衣食住行 交通啊 运动轮船 对吧 其实很爽 你坐过这个运河上的轮船吗 坐过啊 去哪里 到镇江呢 到镇江啊 到镇江 以前呢 比如说到盖水 四十里路 以前都得 多长时间就能到啊 多长时间呢 两个六小时 要两个小时的 与陈兴华夫妻两人告别后 我们走出古城 两三分钟就拿到 到了运河边 这段运河 经历了大运河的各个历史时期 由东到改西到 从湖到变河到 它都是亲历者 这条酒精沧桑的运河 如今依然充满活力 探访和藕之乡 感受藕浓丰收的喜悦 一年有十多万吧 您财偶一年十多万的收入啊 藕田里体会财偶人的辛苦劳作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古大运河》第37集 沿岸和粮草 沿岸逐渐形成村镇 从此 涉阳湖成为寒沟沿县 重要的城镇 如今沿岸湖勿传丰饶 是著名的河藕之乡 我们来到这里是 正是莲藕丰收的时候 路两边密密沙沙的河野下 都是忙着采偶的人 事先联系的河藕经纪人 叫重鸡海 大家都叫他海哥 早上三点半在家里吃烧饭 吃烧饭以后上车 上车以后就做车子到这里下地 天亮就下去采偶开头 从天亮天刚刚亮就开始采偶 大概一上午要采多久呀 一上午才到九点左右吧 九点左右 大概九点钟日头出来了之后 工人们就收工了 对对对 重鸡海今年56岁 2000年开始做河藕经纪人 主要以买卖交易为主 家里从父辈开始就一直种植莲藕 眼前大约三百多亩的藕田 都是他承包的 那就看到藕了 这是 您好 要不是看到这个船了 还有点看不见您呢 这是采了多少了已经 这是采六七百斤了 六七百斤了 您今天早上来这采的 采了多久 采了这么多呀 三四个小时 六七百斤 我能拿起来看一下吗 这个藕 哇 都是大概三四截 一截的这样的 我听说这边采藕啊 是这个藕截连得越多 越好 是不是 是有这个讲究吗 肯定好 肯定是越多越好 像我今天看到这个长度 是您采的比较长的吗 还是就是正常发挥啊 不常见 正常发挥 您采过最长的有多长啊 这个藕截 七百斤嘛 在这片田里 中继海一共雇佣了17位工人 采藕时 先用脚靶四周的玉米推开 把藕身上的叉枝踢掉 然后用手轻轻活动藕身 紧接着双手用力一脱 一根藕就完整地出来了 因为整个过程需要很多脚上功夫 所以也叫采藕 您自己家有藕田吗 家里稻田多 稻田少 家里头是主要种稻田 对 那是稻田的收入高 还是在这边采藕的收入高 采藕的收入高 采藕高 它每天都干 每天都干 因为这边的藕的需求量大 您这一年有多长时间能在采藕啊 200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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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您有时间搭理家里的稻田吗 农农的时候 可以请假几天 也就是除了这一个月 基本上其他的月份都是在采藕的 那能有多少收入啊 采藕 一年有十多万吧 您采藕一年十多万的收入啊 对 仲西海介绍说 他们是专业的采藕人 都有20年以上的采藕经验 无论多长的藕 保证藕身完整是最起码的基本功 真正能展现功夫的是采藕的效率 通常 经验丰富的采藕人 一上午就能采六七百斤 身强体壮的能采一千斤 中秋节和春节前后 是藕的销售旺季 他们的工作量会更大 哎 您这是又抓着一个是吗 跟我聊天的这个过程 大哥就在脚底下开始在寻摩藕了啊 哎呦 这个也挺长的呀 您怎么 您怎么这一下就采出来一个这么长的呀 有杆子 上面有杆子呢 有杆 您刚才跟我聊天的时候 是在底下摸这个吗 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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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用脚就在摸出来一个了 那这就是几分钟就能摸出来一个是不是 要不了几分钟了 几分钟每个一天这么多钱了 都要不了几分钟 很快的 很快就能出来一个 那您这是采藕采了多少年了 有三十年左右了 三十年了 中兆奎五十七岁 专业的采藕人 家中有一个儿子 如今已经成家 在保应县城工作生活 父子俩都很忙 一年到头也见不上纪念 孩子已经长大 虽然会惦记 但生活上 基本不再需要他照顾 所以赚的钱 他和妻子都存了起来 这是有养老 因为孩子们也都是通过这个挖藕 给他们供养起来的 对不对 供书 吃饭 上学 吃饭 乘上买房子 全是挖藕的收入 家里还有种地 中兆会说 在当地采藕这份工作 机械替代不了 只能依靠人力 加上保应是核藕之乡 大部分村枕都种植藕 一年到头 他都潜不下来 这是我在大哥的帮助下 拿上来的第一支藕 虽然我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但是收获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让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脚底下采的这个泥 特别的软 特别的细 然后它是有粘性在的 你的脚下去了之后 它会固定住你的脚 这边的藕长得好 跟这个底下的土质有关系吗 土质有关系 是吗 相当有关系 相当有关系 土质有关系 土所以好 藕就好 这是什么土 这是这个红田 卢尾荡 卢尾荡 卢尾荡以后 我们把它这个卢尾刮掉以后 用那个机器 把这个田翻根一下 然后呢 然后呢 放这个藕种 放藕种 放藕种 藕种放下去 涉阳湖自古就是土地肥沃 农业发达的地方 境内胡挡新楼起步 气候温和 当地出产的藕被称为红藕 这里的红之的是 草根与泥沙交织在一起形成的土壤 土质肥沃松软 特别适合藕的生长 长出来的藕藕白大脆嫩甜 当地人形容这种土 是大水跟水漂 晒干荡柴烧 走路像弹簧 跌跟头不伤腰 我跟大家形容一下 我现在就是站在两颗藕上 然后 就是站在这样一个藕上 我现在 但是我固定得非常好 而且这个藕 就是能很好的支撑我 可见它底下的这个淤泥 应该是比较厚的 要是没有厚厚厕所 那就跟我们这个一样三 那代表底下的淤泥 有咱俩这个身高差这么厚 是吗 对 仲基海跟他的合作伙伴 一共承报了2000多亩藕田 其中有1400多亩 使刚刚种下的新田 需要生长一年才能有收获 但产量一般 要想长到产量最高 藕制最好 还需要四五年时间 这个藕是刚踩上来就可以吃 特别脆 听这个声音 快看 真漂亮 然后像一张网一样 然后每一根丝都很细 很轻盈 直接这样就可以吃了吗 对 好 尝一下 哇 看这个藕断丝连 说的就是这个 能拉好长 好脆 像吃一种水果 海哥 是不是 水分挺多的 然后特别解渴 是吧 对 而且它这个粉是很细的 很细腻的 分散水 所以它不糊嘴 对 吃进去后真的很像 吃像梨呀 或者苹果这种水分很多的 水果的感觉一样 特别解渴 这些晶莹剔头的丝 其实是藕的导管 像是人体血管一样的组织 平时呈螺旋状盘曲着 折断后 因为弹性大会被拉长 刚刚采出来的藕特别新鲜 藕丝能拉得很长 我在这边都能听到 您那边 哇 特别清脆的响声 是不是解渴 对 是不是采藕的时候 有时候渴了就可以 对 拿这个来作为解渴 就不用带水了 是不是 家里偏常都怎么吃这个藕啊 您家里上 平常吃吗 经常吃吗 弄多啊 需要那个小 那个搞点糖 拌出来 就可以吃了 吃酒嘛 就是因为这个藕啊 本来鲜食就很好吃 所以不需要很多 其他的调料和太复杂的做法 就已经很好吃了 哇 真的 一个藕能够当成一个水果吃 还是第一次这样体验 张发伟跟我们聊了一会儿 就继续干活了 采藕是非常辛苦的工作 在水里一泡就是几个小时 夏季高温炎热 冬季冰冷自顾 意气一落间全身挂满了浮屏 泥水冲进口 比更是常有的事 仲基还说 采藕是力气活 还要泡在水中 女性干不了 每个采藕人 都是家里的顶梁柱 忙活离上午 采藕人把劳动成果装上偶托 连接在一起 有几十米长 在空中俯瞰 场面很是壮观 这一条长笼 加起来 大约有八千多金藕 他们每个工人 就是从船上 把这个藕放到这个 秤上之后 那边会显示数字 我看到 这一楼能 200多斤 200多斤一楼就是 工人们挺辛苦的 这样的话 今天一上午这八千斤 大概要运几十趟才可以的 像今天八千斤 这样的量 属于大的吗 我现在 有点淡积不算多 还不算多的 那多的时候能有多少 多的时候 到过春节 他每天都要装五万斤 一天有六万斤 是光山东德州的这一家吗 对对对 为什么需要这么大量 他过春节那边 家家户户户买 我吃 家户户户户买 那这六万斤是一个企业吗 还是一个市场 不是 不是一个人 一个市场 他都会起家的 他在这一家的 也就是说到了春节 这一个市场上 要卖的这个藕的数量是 20万左右 中基海介绍说 现在仍对食材 新鲜度的要求很高 刚挖出来的这一批藕 当天晚上就要运送到德州市场 第二天一早 当地人就能买到 从宝硬发过去的藕 这在几年前 是不可想象的 那时候 他们都要先装箱入库 再分批次发物流运输 不仅耗时长 对藕的卖象和品质 也有很大影响 为什么这个春节的时候 这么需要这个藕啊 平常大家也会吃藕 怎么到了春节 平常吃的时候 过春节的时候 家家藕我都买 买它还除了春节 到初六 市场上没有购买 我说几天时间 家里走星期 又吃这个东西 三冬的 我这个藕 销量不大点 不想买它去 那像您说的 那你们春节 是最忙的时候 春节那几天是吗 最忙 我们今天二十八节 不大了 二十八 大月二十八的时候 他们就一次性 把这个藕都定齐了 全部人都去 曾有人在语 宝硬和藕 使泥镜孵如玉 花蟹肉寒香 脆嫩菱瓜果 鲜甜圣梨糖 宝硬和藕的品种 十分丰富 采藕期可持续十个月之久 早在隋唐时期 这里就开始人工栽培藕 现如今 全县藕种植面积达到了二十万亩 年产量四十多万吨 在藕田里一上午的拍摄 我们亲身感受到了 采藕人的辛勤劳作 遮天蔽日的河野下 他们挖出来一根根莲藕 这些粉白鲜脆的莲藕 被运送到各地 端上餐桌 丰富着人们的生活 和园里欣赏荷花之宿 皆天连夜无穷必 映日荷花别样红 品尝林藕制作的精美小吃 这是一种可以从口感上 就能尝出来做这个点心的师傅 非常用心了 因为它太细腻了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大运河第37集 悠悠寒水 古运河香 正在播出 集数在藕田的拍摄 我们前往坐落在 涉阳湖镇西北部的水寺河园 珠里的万亩荷糖 种植了两百多个荷花品种 花期大约三个月时间 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季节 其实已经错过这个莲花 盛开的最好看的季节了 但是还是能看到的 它主要是晚上的温度 下降之后 立马花量就开始下降了 它对温度的感应是特别敏感 所以说一生到立秋以后 花量就是每天都在减少 刘春贵是李夏河地区 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 因为科研所在河园 设立了河品种培育基地 所以他经常来这里 如果说采河藕 让我们见识到了 河藕之乡壮观的丰收场景 感受到了水象人的勤劳和朴实 那么此时此刻 在夕阳下的河堂中 碧波荡漾 连夜层层叠叠 让我们感受到的是 水象的静谧与柔美 坐在船里面 走在这个河里面 不自主地就会想到很多诗人 来描写这个荷花的诗句 接天连夜 无穷必应日 荷花别样红 对的 您最喜欢形容荷花的诗句 是什么 我还是比较喜欢 这个爱年书里面 出玉尿不难 这个因为 我们只能够起来 荷花的一种品质 从我来说的话 就是我们搞荷花育种的 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一个我们也需要 它长到耳朴 要好看 实际上荷花 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就是说 它能把水里面 一些负营养荷花的东西 才能吸收水底的养分 还能起到 净化水质的作用 所以现在我们好多的设计 都种荷花 还种其他的水段花卉 而是为了减少水里面养分 荷花不仅很美 还能净化周边水质 增加水中溶解养的含量 特别在盛花期 它的净化能力最强 上岸后 我们看到的是 一个连着一个的荷花池 每个池子里 都有着不同的品种 木牌上详细介绍了 每个品种的名字和产地 刘春桂告诉我们 这里大约有 将近200个不同品种的荷花 这个的形状 和我们在河上看到的 就不一样了 它的瓣数很多 有一点像牡丹 或者是月季 这个就叫虫瓣 我们一般的 就是在16瓣以下的 我们称之为丹瓣 在16瓣到澳洲瓣 我们称之为腹瓣 然后澳洲瓣以上的 我们称之为虫瓣 这个是花瓣数量最大的 像这种形状 我们称之为碗状 是 碗状像一个碗 像那种形状 称之为碑状 树着的 像一个茶杯一样的 我们称之为碑状 像那种碑状的 它还会再盛开吗 就是这样了是吗 这个是刚开的第一天 第二天还会再大一点 再大一点 一般一朵荷花 三到四天 就卸了 就卸了 所以它的荷花 叫次制开放 就是这朵花卸了 这个下一朵花 再继续开 它不会一起开放是吗 它不是一起开放的 很漂亮 然后有颜色比较淡雅的 外面是淡粉色 中间的花蕊是嫩白色 带一点点黄 其实这个你看到的 这个是一个品种 一个品种它为什么有 很红的 然后有粉的呢 是 为什么 是因为它第一天开的是 最红的 然后到第二天开始 就变成淡一点 到第三天就变成最淡的 就是一朵花 它的颜色 它随着花清楚的 含量不同之后 它在不断地在衰退 这好像一个少女 在刚开放的时候 是特别艳丽的感觉 然后慢慢沉淀 变成一个淑女 然后变成这样 赞雅的感觉 是这样的很有意思 中国人自古 对和的品度都很有意境 把她看作花中君子 也有人以她的姿态 来表现少女的美丽 她象征着清白圣洁 也代表着坚真不渝 一切美好的词语 似乎都与河有关 水四河园坐落在扬州 延城和淮安三世交界处 是江苏省联藕新品种引进 和两种培育基地 水鱼面积有3500多亩 现有200多个荷花品种 为什么会在这边 有一个这样的合作项目 一个就是它一个 传统了一个中恶的 一个历史 另外一个就是 它这边的土质非常好 水质也非常好 这个名气也很大 那这边种出来的荷花 和其他地方种出来的荷花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从这个欧林来讲 它的产量是最高的 它的品质也是很好的 从这个子林来说也是的 就是说产量高 口味好 风味好 花年就是长的话 就是开花很多 主要是得益于 它们的这个土质非常好 它因为它是这个 叫李夏河地区 它水域很多 它这个土质里面 有质的含量非常高 所以说在这边就是 多天多厚的 大自然对它们一个天然的馈赠 刘春贵介绍说 农科院与荷园经过一年时间的合作 已经建有30多个荷花池 面积大约1万平方米 提供了5000只荷花种傲 和1500盆刚栽荷花品种 它们希望通过在 荷园展示品种资源 能够进一步推广 荷藕的品种和种植技术 接下来 它们还计划在荷园继续种植 大约100多个荷藕的优良品种 离开荷园 我们来到旁边的一家小吃店 虽然天色已暗 但店铺依然灯火通明 专门售卖以药为原材料 制作的各种小吃 这边的特色主要是这个藕夹 藕夹 现在就在做这个 对的 这个就是藕粉园 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藕粉园子 是不是 对的 我知道您是在扬州那边生活和工作 是吧 那像你们如果在扬州的话 提到吃藕粉园子是 宝银 最出名 得知我们来拍摄 店主李宇特意过来介绍 他告诉我们 藕粉园子是江苏的传统特色小吃 至少已经有200年历史 是清代史一位御厨 告老还乡后带回家乡的手艺 先做馅 然后用藕粉把馅一层一层地叠烫出来 旁边那个就是烫这个藕的 烫藕粉园子 它这个藕粉园子 它是不好搓出来的 必须是用沸水给它烫 一边一边地烫索 然后再加干粉 所以这里的园子是这样转出来的 是吧 这个就是藕粉 就是藕粉 对 那这是要转多少边 这个藕粉园子从线开始到成功要转八遍 八遍 对 李宇告诉我们 藕粉园子的馅料最初只有八颗大小 经过八次滚烫后 每个园子能达到22克重 在这里除藕粉园子外 还有藕家藕饼饼和锤藕等十几种与藕有关的小吃 好精致的一桌 是 这个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藕滚圆 藕滚圆 对 这个上面撒的是干桂花是吧 干桂花 好香啊 有桂花的香味 是的 有这个特别清甜的那个味道 而且这个汤是必须要喝一点的 这个汤有什么讲究 这个汤是用藕煮出来的 而且要很多的藕 一锅汤要半锅藕才能煮出这种味道 这个颜色是不是也是藕煮出来的这个 加了一点点红糖 对 很清透 还有这个汤其实是我们的制的 有秘诀在里面 莲子啊枸杞啊等等东西 我说这个味道很清香 是 这个味道喝起来特别舒服让人 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甜的 然后是清甜的口感 对 不能太甜 太甜的话会腻 就会腻了 除了汤之外 李玉对馅料也进行了改良 传统藕粉原子的馅料 是把蜜枣 桃仁 和松子仁等成分没碎后 混合芝麻粉 糖油丁一起搓成球 而李玉在此基础上 增加了红豆 紫薯和鲜鱼等口味 这个好弹牙啊 像吃一种零食的感觉一样 好吃 我吃的这个应该是紫薯味的 紫薯的 很多人喜欢吃紫薯的 这是一种可以从口感上 就能尝出来做这个点心的师傅 非常用心了 因为它太细腻了 一点颗粒感都没有 好吃的 好吃 还有我的清香味在里面 对 人家这个园子有名是有道理的 你看老板也是用心在做 李玉之前一直在扬州开店 六年前来到宝盈 就是为了能够在第一时间 买到最新鲜的食材 她对藕的热爱和执着 源于自己的母亲 那时候物资匮乏 母亲总是能把最常见的藕 变化成各种各样的食物 所以李玉从小就对藕的味道 有着浓浓的亲切感 这个藕夹我们刚才看到了 这个是什么 这是藕膏 藕膏 对 这个藕膏是其实说起来 有点惭愧吧 是我自己研制出来的 您自己创新的 对 这个市场上现在反正还没看到 是吗 那我们今天得好好尝一尝 你也是第一次尝的吧 我也第一次 它的特点是什么 您给我们推荐一下 然后怎么吃它 我看到旁边有这个酱 是要教着吃吗 这个是一定要加配桂花酱吃的 配桂花酱 对 它才有那个香味 淡淡的抹一下 淡淡的抹一下 尝一下 哇 这个加起来就感觉很弹 对 吃得很漂亮 淡粉色的 哇 这个外面有点像年糕的口感 对 然后里面却做得比年糕细腻很多 它就是细嘛 嗯 还会嫩进啊 残牙 然后但是不粘牙 不粘牙 对 很细很润 然后吃起来这个很舒服 李玉是在一本古书上看见对藕糕的描写 他凭借自己多年做小吃的经验和想象 花了两个月时间 专门寻找各种配料 终于研制出了他自己理想中藕糕的样子和味道 保银这个年糕 它之所以就出现它是本籍的一个老的品种 叫美能红 这个品种呢就是说香脆清脆又清香 而且这个定本的含量比较高 你像它这个藕糕 它就是到八月半以后 它的这个藕糕呢 就是老的这个藕 定本的含量非常高 是于比如说做藕糕 像我们吃的那个草的那个藕 就是前端顶牙部分 脆一点的 脆的 有清香味 老的部分就是做藕糕 两个就是做藕粉 刘春轨介绍说 保应一年四季和藕不断 人们对于藕的选用也很有讲究 一般农历七月上市的是花香藕 清甜爽脆嫩如鸭梨 而中秋前后的藕最饱满 水分和口感适中 可以制作各种藕菜 双酱前的红锈霜可蒸可煮非常软烂 到了冬至前后采收的是白锈藕 含粉亮刀 最宜制作藕粉 而我们在保应几天的拍摄 最后以这样一种甜美的味道来结束 保应不仅有水香的俊秀 更有因一帮运河而带来的豁达 再往北 运河就进入了淮安段 在那里还有很多故事 等待我们去探寻 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